10月31日晚8時左右 警方在蘭桂坊實施人流管制 前往中環蘭桂坊的人士 需要按照指示 繞一大段路才去到蘭桂坊 沿途有小販兜售閃燈、投飾等物品 其中一名小販向記者表示 生意比想像中差 人的確很多 但光顧的人很少 一間少校店職員向記者表示 疫情之後首個萬聖節的生意額 只得平時週五、週六的六成 他慨探 萬聖節旺丁吾旺財 警方實施人流管制 不斷將人們推走 那些人沒得停下來 怎麼買東西吃呢? 記者現場所見 疫情之後的首個萬聖節 晚上到達蘭桂坊的人 明顯比之前多 但與疫情之前相比 人數只有七、八成左右 以往人頭湧湧 迫迫劫劫的情況 似乎未能重現 在蘭桂坊的多間夜店 客人更寥寥可數 職員都在街上拉客 可惜沒有人問津